蔡汶和奶油生菜都是近战植物 两者大招攻击非常相似 蔡汶 蓝卡植物 阳光消耗150点 攻击范围左右各一格 攻击目标为单体 奶油生菜 橙卡植物 阳光消耗175点 比蔡汶贵了25点 攻击范围和攻击目标和蔡汶一样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两株近战植物谁更厉害 一接蔡汶 当有僵尸出现在蔡汶左边一格 或者是右边一格时 蔡汶会挥动自己的双手抱作僵尸 当僵尸血量过低时 蔡汶会挥动上勾拳了结僵尸 一接奶油生菜 当僵尸出现在奶油生菜左右各一格时 会甩头攻击僵尸 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它们分别对战一个大刀僵尸 看它们谁更厉害 本场奶油生菜获胜 二接蔡汶 蔡汶每攻击15次 可以使出一次上勾拳 使僵尸暂时悬浮空中 二接奶油生菜 奶油生菜在攻击时会追加奶油 奶油的触发概率为20% 黄油控制时间增加至9秒 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它们分别对战一个蛋壳小鬼僵尸 看它们谁更厉害 本场奶油生菜获胜 三接蔡汶 蔡汶每攻击7次可以使出一次上勾拳 使僵尸暂时悬浮空中 三接奶油生菜 奶油生菜在攻击时追加奶油的概率提升至30% 并且会一次追加两块黄油 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它们分别对战一个木桶僵尸 看它们谁更厉害 本场奶油生菜获胜 四接蔡汶 种植时有中概率直接释放能量斗大招 对周围三成以三范围内的所有僵尸 使出连环拳击 连续造成多次拳击伤害 四接奶油生菜 种植时有低概率直接释放能量斗大招 奶油生菜会左右拍打 攻击一成以三范围内的僵尸 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它们分别对战一个矿工僵尸和两个报纸僵尸 看它们谁更厉害 本场平局 五接蔡汶 蔡汶使出两次上勾拳之后 可以追加一次旱地拳 对右侧一格内的僵尸造成145点伤害 并且会对单格范围内的僵尸造成45点建设伤害 五接奶油生菜 攻击时有10%概率喷射奶油喷拳 同时飞出三块黄油 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它们分别对战三个法老僵尸 看它们谁更厉害 本场奶油生菜获胜 本场奶油生菜获胜